本视频介绍USB-Lucky61-CBL-TM02使用方法 连接变成件栏,连接TRT,给TRT接上工作电源 首先配置一下通讯 RS-Link 配置驱动程序 默认这里是空白 我们选择RS-22新增 确定 这里的端口必须和设备管理器中端口保持一致 其他的参数暂时可以不用设 自动配置 左派成功 这里显示的设备就是我们的目标PLC 确定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已经找到一个节点 把开变成软件 创线 这里是目标处理器的类型 创建新文件 已经创线成功 我们可以通过软件 将目标处理器设置为运行 在插拌电线 在插拔电线之前 我们必须将PLC下线 或者一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看编程电线侧面的指示灯 通讯指示灯 如果再闪 就不能插拔 全部关闭 这时候可以插拔电线 再闪 在插拌电线上